接下来是由自身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时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向传统抗争 伊朗社会运动风风起云涌 22岁的库德族女子马莎爱米尼 因为在公共场合违反宗教仪式与面纱法律规定 而被道德警察逮捕 淋霸身亡 所以在伊朗掀起了激烈的社会运动 众多妇女在全国性抗议活动中烧掉头巾和剪掉头发 象征了像传统挑战 伊朗官员承认许多抗议学生被送往精神卫生机构 伊朗教育部长在接受一家独立的改革派报纸采访时证实 一些学生确实被关押在改革和再教育的场所 以防止他们从事反社会之行动 现在伊朗政府的态度很明确 那就是坚决反对学生推翻传统的束缚 勒令学生们必须循规蹈矩 继续服从传统的礼俗和行仪 否则就会被惩罚和处置 这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吗 不 当然不是 伊朗当局显示并不明白年轻学子的心声 在网际网络四通八达的今日世界 原本闭塞保守的年轻学子看到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形形色色 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而他们却被束缚在传统的衣着服饰之中 他们又岂能容忍呢 这就是9月21日开始抗议活动的主因 现在他们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政府还能够压制多少 事实上在2017年哈桑鲁哈尼总统执政期间 在道德警察领导下 政府表示不再因违反着装规范而进行逮捕 但在义布拉辛拉西上任总统后却改悬一章 又回复了传统的规定 并且把这些规则变得更加严格 所以这些抗议活动就是明确表示 反对已经存在太久的两极分化的复权制 在伊斯兰教中 头巾有了不同的含义和功能 根据库兰经规定 成年妇女之身驱除了面部与手足外 皆为修体 所有女性都必须完全遮盖住 她们的头发脖子和耳朵 不得对丈夫以及直系亲属以外的 外邦男性显露 以隐藏女性的身体吸引力 伊朗多年来除了哈桑鲁哈尼总统外 其他总统都强制执行着装规定 把头巾与端庄联系在一起 并通过头巾而获得了性私有化的功能 如今在强硬派总统领导下更变本加厉 所以示威群众才高喊 父女生命自由的口号 就连男性也加入了抗争系列 因为大多数年轻人都了解 以头巾来遮盖女人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与宗教捆绑在一起 并将其作为一种控制形式 早已不合时宜 女人不应该因为露出一点头发而受到惩罚 也不该使信仰宗教的禁忌 与道德约束 现在伊朗的男女老幼 逊尼派和什叶派 库尔德人和波斯人 通通都已经愤怒走上街头抗暴 如果执政当局继续压制下去 情况将变得更加险峻 欧美各国已经相继对伊朗当局采取制裁手段 若不立马摆脱不合时宜的神权政治枷锁 实施新正新规 这个国家堪于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